新观察 2014年中国外交频频发力 除了领导人高频率高密度的出访多个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精彩亮相之外 还在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场大型国际会议 亚信峰会与APAC会议 这场会议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在主场外交上进一步发挥优势 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 提出了更多的中国方案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 中国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 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那么这体现了中国外交有什么样的新取向 怎么样看待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毅周教授 来来我们解读创造性介入与中国外交新取向 王毅周 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主编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先后主持完成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中国与非传统安全 中国外交转型的重大科研项目 非常感谢王教授再次来到我们世界大讲堂 那么您也是中国提出这个创造性介入的这样一种理念的第一人 那么可以从这个书介入给我们简单地讲一下 您的这个思路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这个思路来自于我经常从我开会 一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一个询问 他说中国这么大了 中国经济 中国在世界影响都是这么强了 中国能不能够在世界上还会跟他做一个 而且我自己觉得过去我这方面想的不够多 而在理论上的自己的应对也不够成熟 他自己尝试写这一套书 一个商务群来回答所有自己的客户 然后呢师傅啊给我们同学们 给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的朋友们 提前建议提前看 那么许多国家他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创造性的介入 他们的关注点在哪儿 他们关注点还是对中国 在未来世界发挥的角色 究竟是一种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呢 还是说话很容易不决定性的 甚至可能有些疑惑呢 我觉得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 对于中国的一个巨大部分的关注 可以说如果集中在我们中国 包括中国的问题上 我不敢说都是复理积极正面的反应 但是确实集中一种不开放呢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还是交到这种影响没有 那么您提出这样的一种 创造性介入 它在哪方面有创造性 它体现在哪些地方 对 更多就是中国如何发挥 全球性的角色这样一个作用 起一个积极的负责人打鼓 这种新的定位吧 中国应当对人类做更大的贡献 因为我们知道是一种富费人口 而且过去很长时间呢 中国是比较平落一些 那现在我们这个新世纪之交啊 到了第二十年了 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 有可能做出更多的贡献 因为我的话说呢 创造性介入全球事物 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推动 那它和我们之前的这样一种外交理念和政策 有什么样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正常要把前一段呢 称作是一个桃王洋会 而桃王洋会之前呢 终于有一个革命外交 如果说孙老兴介入跟他们不同呢 就是首先它不是一个对现有体系 国际社会去铲除 去推翻的外交 它不是革命外交 第二呢 它跟桃王洋会呢 也有一点联系有区别 桃王洋会主要强调就是要 买头做事 敌头做人 因为我想 这个千里谨慎了还是要保持 但是呢 应当积极最起 应当复发有为 这也反映出最近这些年呢 中国从各方面嘛 一个气势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最近中国不断地给周边国家 或者是全世界展现出中国这种力量 也引起到了很多周边的国家的不安 那么您现在有提出这种创造性的介入 会不会让大家更感到不安全感 我想一下不会 他们如果认读这个书华 它强调的介入 它不是一种大爵士介入 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介入 而是说积极的建设性 富有中国人智慧的介入 它更多呢 不只是让中国人自己享受 中国人通过在全球活动发展 而且国际社会周边国家 也会看到这样一个核心的世界 一个崛起的巨人 为周边为世界做出更多努力 提供更多的好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他们认识看了书的话 或许这个疑惑呀 或许老宋一些传统的那些疑问 会消灭不上 或许他们看完今天的您的演讲之后 也会解开自己心里的谜团 希望你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王教授带来今天的演讲 他演讲的题目是 创造性介入与中国外交新取向 有请 创造性介入的提出是因为中国需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创造性介入的定义是什么 为什么在今天提出创造性介入 如何看待对中国角色的新要求 世纪大讲堂 创造性介入与中国外交新取向正在播出 所谓的程度